前几天,我国和俄罗斯边境的黑龙江江面上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机身巨像过后,只见白色的冰茶窜起十几米高,江上腾起一串白雾 这么大多么的爆炸,是什么引起的呢? 回放到爆炸前五分钟可以发现,一包包的炸药竟然是人工凿开冰层放到江里的 而且据当地人说,每年春天,江面上都会发生这样有组织的爆炸,还常常引来很多人参观 再等几天,天气暖和了,江面不就自然化了吗?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每年到炸开冰面呢? 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吗? 原来这样大费周章,是为了预防灵讯产生的灾害 如果不进行人工爆破,几天之后,江面上就会堆积起大量的冰块 可能会引起水位上涨,洪水泛滥 而且大量冰块撞击桥墩,堤坝,还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既然江上的冰还没有融化,那大量的冰块是从哪里来的呢? 虽然这里的冰面还冻得结实,但上游早已融化了 这个河端有个特点,它的上游纬度更低,气温更高 初春季节,这里还有厚厚的冰层,上游却已经开江融化了 大片的冰块顺扭而下,遇到下游密不透风的江面,只能堆积在这里 这就是灵讯现象,当地也称,倒开江 有以下几个特点的河流都容易发生灵讯 第一,河流冬季有结冰期,我国锦岭淮河一线以北 绝大部分河流冬天都会结冰 第二,河流的某一段,上游比下游的纬度低,气温高 春季上游的冰更早融化,冬季上游更晚进入结冰期 黄河在甘肃内蒙古的一段几次型河道上,苏花江都会发生灵讯 2011年,位于内蒙古道图村的黄河河段,春天开河时发生灵讯 源源不断从上游流过来的冰块堵塞在这里 形成了长3000米,宽500米,厚1.5米的冰坝 阻断了黄河水流,两岸眼看就发生洪灾,淹没民防的危险 多亏空军紧急支援,出动了三架飞机,投下24枚炸弹炸开冰坝 才避免了惨剧的发生 去年3月,流进哈尔滨方正县的松花江之流 也是因为灵讯大量堆积的冰块在上流河水的不断推动下 反复撞击江上的新兴大桥,硬是撞垮了直径一米多的桥墩 引起了桥面的垮塌 不只是春季,在冬季结冰期,由于下游气温低,更早结冰 所以同样会发生灵讯 黄河的几次型河段,大概每年11月底下游结冰 河段进入灵讯期,第二年3-4月份河水融化,灵讯期才算结束 当气温变化快,上游来水量忽然增加的时候 灵讯的危险性就格外大 所以,每年的3-4月份,有关人员都会随时关注天气情况 现在预防灵讯使卫星摇杆,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测多管齐下 一观测到风险就马上相应 应对灵讯的方式,也不只是人工爆破异种 由于水流是灵讯危害的主要因素 人们还想出了提前截流的办法 甘肃的刘家辖水库,位于环河上游 会在灵讯期前降低水位,预留出库容 灵讯期蓄水,减缓对下游的冲击 感谢收看XX情报社,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